各位朋友大家好 厉害了吧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本来已经快要死掉的这个牛角苔呢 其实它就是因为它缺水 那我们做了这个实验 一直我也有跟大家说 新胎其实你不要把它丢掉它会复活 那我们先来证明它其实已经是渐渐慢慢复活了 但是因为它这个维持水这个盆子 因为当时我做这个清水模做的太薄 所以它现在这个水分呢摸起来 其实它的透水性很好 那它可能对多肉来讲的就蛮好的 那这个清胎来讲的话 它需要像这个牛角苔它需要很多水分来维持 所以我现在呢 把这个就是这个牛角苔 它这个甲根 我们上次有讲它已经也是慢慢的就是快回复正常了 那我们把它移到我们这一盆 发展良好的这个牛角苔 来把它做一个合并 那因为这个它会慢慢这样长过去嘛 那我们来看看它们这个交互影响的状况下 它会不会就是发展的更好 这是甲根有水 但是不要 也不要泡在水里面 就是说这个底部 甲根有水就行 那就像这样子 如果我觉得这个盆子太深 它会直接泡在水里面 那我们就把它垫几块石头 让它不要陷太下去 那我们就把它全部都移过来了 那大家有时候看我这边就会放一些石头 这些石头 或是大家都会问说 那这个 青苔下面到底都是些放了些什么 那很多人就放了很多 当然就是说如果你用了一个透明的盆子 有时候你可能放那些不 不代表它是必须的 就是说看怎么样把它垫高嘛 还有外部看起来它是不是美观 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对于这些青苔啦 牛角苔来讲的话 它跟是不是基质本身来讲 是没有什么任何厉害关系的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牛角苔呢 我们看它这几天 你看我们强力把它灌水之后 它已经回复 快回复正常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 要再回复到这么漂亮 应该是指日可待 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青苔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 我曾经从那个比较干燥的青苔把它 种到火 所以 嗯 如果你没有办法采集到很新鲜的 这些青苔来讲的话 嗯 青苔它并没有死掉 它是在一个休息的状态 所以你看 嗯我相信这盆呢 很快就会恢复到它 全部融合在一起漂亮的一个状态了 那对青苔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就是当时候 其实它也是有些孔隙 那我就把它呢 就是布置了一些石头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石头 也可以把它取出来 不然它其实就 就长到青苔里面去了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它有小草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给除掉 这是必须要做的哦 每天都看 如果等到它小草长到太大的话 那就会 它就会 轮头勤滚 那你就会比较难除除去了 所以那像这个缝隙你看 这个只要一两天 它就已经长密了 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放就好了 所以除草一定是每天要做的哦 除了你要给它们足够的水分之外 你一定要记得要除草 好那这样子 每天给它做一个记录 你会知道 其实有时候觉得 当然就说 除非它死掉了 不过它这个过程 你一直给它做记录 像这个 看这个 比较新的胎面就长出来 然后它原来当然也是分开的嘛 一坨一坨的 然后这个 它中间所变化的队型呢 会完全超乎你意料之外 所以我们会一直来观察 这个牛角台 它后续的发展 会变成什么样 惊人的状况呢 好这个 煞石的光线 有时候突然奇怪了 刚刚还有点 有点好像快下雨 然后现在又是 你看这个光线 对这青苔来讲实在是太惊人了 好美 然后这个 这个石头呢 我觉得当时候呢 就觉得说 哎 石头有时候你看它这样小小 但是我们讲嘛 微景观嘛 就是说 其实这个青苔大也算蛮大片的 但是这个石头对它来讲 还是有点大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置换一些 把它变成比较 小 然后其他颜色的石头 看看它的情况会变怎么样 常常有些人在做微景观 他可能也会先画设计图 但不过青苔 它没有一定的造型 所以就说你要先事先想好 或是你的盆子花气啊 石头啊 还有些你平常备用的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你再来做一个调整 常常朋友在问就是说 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机制 这个完全没有 就是 就是之前多肉的那些 比较废弃的土 所以就是把它呢 把它先清空 那我们今天要来换一个 比较细碎的小白石 其实我也本想是要换 那个海边的沙子 不过怕那个可能有些咸度 那海边的沙子 因为我取回来 它也有经过一些清洗 可能也不见得是这么 这么咸 所以我们也还没有尝试过 那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来换另外一种石头 那你平常去逛花室呢 就是把你 就是说 你的这些备用的石头 然后这些碎石啊 都把它分类装好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那这样子 这个 虽然这个小白石 已经是我这个 最颗粒最小的 但是沙 海边的沙子是最细的 但是 虽然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围景观本身 因为它这个造型很小 那你因为青苔 我们把它做造景 会很像一棵树啊 或是一个草虫 那如果你相对的那个 你的景观 它把它做得太大 像刚刚那个黑石头 我每天看就觉得蛮痛苦 因为实在是太大棵了 所以我们就像这样子 我们在去花式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选择一些 大大小小的这些 你可以用的这些 石头来搭配 所以有时候可能一颗小石头 对这个围景观来讲 它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那你要来看就是说 你大概是需要什么 所以像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是比刚刚那样更好呢 那这个的话 就是说你其实是 可以常常改变 或是把你的青苔 取用到其他地方 做造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 其实这个胎面是干燥的 我现在我这样摸 是真的蛮舒服的 有点像那个高尔夫球的锅领 那种感觉 所以青苔是不是很可爱呢 好那每天除了观察观察这个青苔 是不是有干死的状态啦 或是怎么样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们除草 要不然的话这个草 一旦长得过大的时候呢 就会危害到你的景观哦 所以我觉得一个礼拜当中呢 你就是每天就是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长出草的情况 除非那个是你故要培植在这旁边的 不然的话呢 你这个如果你是要做胎育的话 基本上一定不要让它影响到你整个胎面的完整 不然他们这个草的侵略性是很大的哦 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有关于青苔我能够解答的 那我一定会尽量告诉大家 那谢谢你喜欢青苔 那也谢谢你订阅了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